太伤用场 眼线性感 超性感 好 我想问一下亮颖 当上队长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主要是上一期看了胡老师的这个工作流程 感觉队长是一个需要做很多 肩负很多事情的一个职位 是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有一颗火热的心 而且我相信过 既然成为队长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 还是都可以给我发信息 我尽力而为 当队长要进行队长演讲 我现在大脑一片空 你知道吗 太好了 讲啥是啥 直观表达 来 掌声有请 来 谢谢队长张亮颖 那我就简单讲两句 首先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歌 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今天是第二次 特别特别地能够感受到每一个细节 因为今天可能我自己的那个感受被放大了 其实我特别地小心翼翼 但我的小心翼翼不仅是在自己表演的时候 也在我观察每一位现场的每一位歌手的表演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吸收到了很多的养分 我想要邀请的队员 对于我来说是给我注入更多的养分 所以来吧 宝贝 来 给我 给我更多的光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邀请胡彦斌队长 胡队 登上你熟悉的讲台 这一次我觉得来的每一位艺人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都是光芒四射 招募我自己觉得就跟每一组都是一样的 我是一个想要尝试多一点的 跟不同的歌手合作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有点贪心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也是希望说可以跟更多的艺人合作 然后也希望可以在大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谢谢大家 有请这个队和我们的王林凯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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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沉浸在他们刚刚的表演里面 因为他俩的表演给我的感觉是 然后打打打 有人敲门 哎呦 寂寞来了 请进 就是他们很享受寂寞 他们很享受用不同的曲风 去阐述一种跟寂寞不同的相处方式 在他们身上感觉到的就是那种艺术家 就是把艺术表达到很高的一个 很极致的一个点的时候 其实是很寂寞的 因为很多人在钻研音乐和艺术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有人真的懂他在做什么 网上一个视频是讲就是贝多芬 在钻研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一个人把自己锁起来 去几天几夜的 就是可能就是吃饭 睡觉什么 这都不是他的事 就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 他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寂寞 非常孤独的 但是往往是在我们 把自己沉浸在这种寂寞和孤独的时候 我们享受这个过程 他的结果才会是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 今天我这个造型被隆隆在电梯里笑了半天 你知道吗 厉害 而且他这个笑就是笑话我 他看到我 是吗 我突然想起来你这个是啥了 是个金箍咒 我这个是一个望远镜 你没有发现吗 你解读一下你今天这个造型好不好 就是让我来看看谁的编曲跟厉害 好烂啊 这个 不要接进去 改过你表情都小 我总是很 我总是后知后觉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荒诞的 一个怪诞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所以就不能够去正常的 去表达这个东西 你现在还会 你不懂 这个是时髦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不懂 因为我自己个人可能对时尚 就是对时尚理解太浅显了 所以我一般不敢妄加评顿 你知道吗 我知道有很多人就不理解 但是解就是最时髦的 对 你知道吗 是不理解 但是我第一次遇到笑话我的 没有 不是笑话 是对美的一种震撼 是对美的一种敬畏 哎 龙龙 你现在越来越能解读了 对 我们俩在电梯里 抿嘴 憋不住 哈哈 走不去 哈哈 他没憋住那种笑 你知道吗 在学习 在学习 我觉得像王林凯 无疑是我们天赐的舞台上 比较幸福的男歌手了 因为他跟很多这个 优秀的女歌手一起合作过 跟几个军毅 跟文文 毕晨 跟薄欣 比较是吗 知道我要问什么了是吧 我不想回答 好的 我跟你说 你现在在这儿 你跟我合作 你就把这个面子给我 你就说跟猫猫可合作最舒服 然后他们 我帮你搞定 都是我姐们 所以我再问一下 王林凯 跟这么多我们优秀的女歌手合作 哪一位你觉得是最佳拍档呢 已经给你勇气了 我都想合作一遍 我就是剩下的 就是还没有合作过 能不能都合作一遍 再做评价呢 就这四位的话合作 你觉得合作谁是最佳拍档呢 你不要再逼他 我觉得歌真的唱得很开心 就是跟每一位老师合作 歌唱得都很开心 然后每一位老师 给我的感觉和激发我的灵感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就是多多的合作 多多的创造这样的机会 然后这次跟极客姐的碰撞 整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火辣辣的感觉 就是特别有爆发力 特别热情 好 为我们这个 王林凯的求生育鼓掌 非常棒 来 我们掌声响起 送给佳麟 送给刘伯欣 我非常地喜欢这个表演 我觉得层次感非常强 不管是从唱到表演到每一个设计 我觉得都是精心准备的 他们身上有一种超出生命长度的自信 很像两个博物馆里的雕塑 突然动了起来 他们在交流地说 今天晚上没有人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疯狂一把吧 然后这首歌 好在哪里呢 这两个雕塑 他们很寂寞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 感觉跟两个寂寞 它是一个姐妹片 所以说 原来超越生命长度的艺术品 它是寂寞的 非常厉害 我重点夸一下这个音乐的制作 我觉得做得非常地好 这个是一首很老的歌 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是我觉得 今天的这个改编 很好的用当下的技术和理念 去给这首歌新的延展 我非常喜欢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